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打了个结来给我们解惑一下 他说希望政府开大门 让所谓的外籍移工进来 因为他们在服务业开了三万块月薪 找不到本国劳工 人力缺口 希望外籍移工来垫这个缺口 哪一个服务业有那个三万块 还没有人要做的 这跟我们的理解有很大的落差 真的听到商总的谈话 我自己的脑袋也在打结 打结了呀 像我现在讲一个故事 你看现在已经快年底了 是不是很多行业都告诉你 欲缺不补呢 结果我这边就有一个例子 我的小侄子 他在饮料店打工 就有个远方的小亲戚 他在暑假的时候 你当他学生就去打工 一小时120块 只要干嘛呢 手摇茶店摇摇茶 然后给客人喝 120块就是最低工资了 最低工资 但是他也觉得轻松 或只要摇摇茶或者外送 这样就OK了 其他的店里有正职的员工 所以都是正职员工在做 结果突然暑假过了以后 他们正职员工也走了一些些了 他觉得老板这个在正职员工走了以后 理论上 理论上 暑假过后呢 这正职员工补齐嘛 对不对 因为我自己现在还要上课嘛 对不对 没有 完全没有 正职员工走了 然后这个 我的小侄子就去问那个正职 去问老板说 哎呀 老板是不是应该补人了呢 老板说 没有 我们现在快年底了 欲缺不补 这样子啦 我培养你 你现在120块的这个打工师 你看起来很低 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要只做外送了 你现在连煮茶 你现在订货 你都要学正职会的 麻烦你都要会 我一个小时领你120 你什么都要我做 我只是一个点工 我只是一个领最低工资的学生 然后你过了暑假 放暑假 下门不是 好多新鲜人 就是出出茅庐 进了社会 这些人正职你不去找 结果你要我120块实薪的人 做那么多事啊 对啊 我小子也觉得很纳闷啊 因为他觉得怎么样呢 他觉得现在老板的心态就怎么样 能不请人 我就不请人嘛 我就继续cost down 我就把你压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在老板的思维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今天如果是正职的话 请记住要多一份 劳健保的费用 所以呢 干脆我现有的员工 我就拼命操 拼命弄 而且好用就继续用 美其名是培养他嘛 我告诉你 煮茶订货都要学 以后搞不好 我一定会自己开店哦 对对对 结果他到底有没有机会 让他转正职 你的职职后来呢 完全没有 就是这样120块 继续乘到翻啊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完全就是一个 廉价劳工的一个思维嘛 各位 这个不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用一个标题 去告诉 形容这件事 它就是包裹糖衣的血汗毒药啊 真的 而且这么血汗的很多 所以说来 换句话来说 你听到商总讲说 哇 一个月三万块请不到人 而且呢 集中在什么呢 旅馆业啦 集中在什么 餐饮业 运输业 一个月三万块呢 他说业者在网络报纸 忧天盖地的 弄了这个广告 结果平均一个月 喊到三万块以上 一个多月 没有半个人来应征 其中又与房屋列最缺 三万块找不到人来做 我听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纳闷 为什么呢 而且呢 你看到商总的说法 立刻检讨 严重缺工问题 开放服务业外劳 在这边 我一定在镜头前讲一下 我觉得商总 你是不是活在 平行时空里面 你是不是平行宇宙呢 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刚刚毕业的孩子 他们做什么 最容易跨入门槛 不就是服务业 结果 做咖啡系 22K 23K 25K 结果你告诉我说 你30K找不到人 那是奇怪了 你的30K在哪里 没理由補一条 让我本国的劳工 先来做一做 我们一切都要讲证据 来看2015年 这是天下杂志 当时新鲜人 在服务业的薪资 我们来看 有没有三万块 你看 住宿级餐饮业 就是他讲的 房屋类罪 对 请看一下 平均薪资才多少 两万三千零一十三 你告诉我 三万块 你找不到人 我实在非常非常的纳闷 听到这个地方 各位 话到重点了 今天问题不是在 30K本国劳工找不到 要找外籍移工来 重点不是外籍移工要开放 重点是 你即刻就去看一看 本国劳工在服务业多写汉 你即刻就加薪 不用多 就加到30K 先对本国劳工加薪 没错 先对本国劳工加薪 我就不相信说 你今天如果真的 哪个平均加到三万块 你会找不到人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证据 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讲 我们很多广告都登了 30K 但是找不到人 来看这个上市公司 房屋员 大学币两万四千元 请问一下 有三万块吗 没有 他还是一个上市公司 而且大部分的公司 都会告诉你 薪资免疫 你来 然后我们再来跟你讲 对不对 完全没有商总所讲的 30K登广告 这样的事情 工作内容 只要你有一颗热情的心 抱持积极的工作态度人生观 哇 讲得很欢乐 所以我说 你 横主席就够6千 你就打到三万就好了 没孩子来 没少年 没人要投入这个服务业吗 我给你收拾 排队排到门口去 对啊 到底是灌老板思维 还是灌员工思维呢 回过头来 我们就请国安大门看进去 实际摆在眼皮底下的服务业 到底多苦多辛苦 没错 我来看一个美法业的一个故事 这个美法业呢 也是血汗劳工一大堆 这位邱小姐 21岁 这个春华正茂 这个年轻茂美 高职的时候 他就打定主意 我希望能够当个设计师 所以他就跑到了一个 发型设计室 就一个发廊 去当工读生 那这个工读生 他工读了整整三年 从助手开始做起 每天记住工作8小时 其实洗头你知道 每天洗头 每天帮客人弄 洗头洗到手烂了 你知道 这么一颗一颗这样洗 对 隔天还在继续做 一个月才赚6千块 1万块都不到 来看一下他的薪资表 等等 你现在说 做到买是买 洗了几颗头 洗了手都泡到白白皱皱了 一个月赚不到1万块 对 没错 来看这个薪资表 这真的是血汗中的血汗 一定要跟各位来中奖 洗法 染法 烫法 老板都告诉你 你可以抽成 底薪低一点没有关系 那就洗越多赚越多 对 你洗越多赚越多嘛 好来看 洗一颗头 抽30块钱 请问他多少数量 每天要洗多少数量 才能赚1万块 不好意思 他要洗10到11颗头 而且每一颗头 花费的时间 将近一个小时 一定是半小时以上 再来看 染法 哇 一颗头80块 看起来比较多了吧 是 拍摄 看时间 三小时才做到一颗头 你一天顶多做四颗头 你才能赚到1万块 然后再来 哇 烫法100块 哇 又更多了 对不对 可是不好意思 一个客人烫法的时间 是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你每天还要做到 至少四个客人 你才有办法赚到1万块 重点在这边 以薪两千块 迟到一分钟扣五元 没有劳健保 不要这么 不要这么为他生气的 那别走的话 本姑娘不做最大 但是事情还在后面 公读其满的时候 老板拿了一个合约给你 告诉你这是一个养成合约书 是 秋小姐 秋小妹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一行就是要经验 经验 我好好的帮你养成 你到时候过了三年之后 你把这份合约走完 你就是设计师了 哇 有没有心动 心动啊 高职毕业之后 秋小姐一看到老板捧上这份合约 立马签下去 签下去之后才是地狱的开始 为什么呢 底薪只有两千块就算了 那不是跟这个一样吗 对啊 你加上这些东西 跟我公读的时候一模一样 工作的时间增加到十几个小时 而且一个月只能够休五天 薪资加起来还是不到一万块 你说我打工的时候六千 结果我变成了养成合约书 我就变成正职员工 我还是不到一万块 那我签这合约干嘛呢 那到底谁受得了呢 完全没有人受得了 而且我时间这么长是一个小时 我当然受不了 所以秋小姐干脆四个月 工作到了四个月的时候 就跟老板讲说 老板我实在做不下去了 我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 但这个老板呢 真的是非常让人家生气 为什么呢 他就直接跟他要求违约金 而且金额高达六万元新台币 整整是他平常上班薪水的六倍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女孩子 她秋小姐二十一岁而已 今天她受到老板什么对待 如果这个不是血汗追杀 什么才叫做血汗追杀呢